当索马里海盗仓爵时 很少有人想到在中国广阔的海江上 也曾经活跃过不少海盗 这些海盗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历史上的中国向来是一个只重视陆地而疏忽海江的国度 大家对海洋的认识远远没有对大陆的全面 真正促使海上贸易发展的是宋代 当时国家对任何贸易都没有太大的限制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海陆的不断延伸 有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流落到了其他地方 落草为寇成为海盗 他们不但骚扰过往的船只还殃害周边小国 到了明清时期 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庞大的海盗武装集团 这群海盗并非专一屠材害命杀人越火的暴徒 而是藐视王法与朝廷作对 为什么明朝的海盗特别多而且特别强大 与朱苑璋建立明朝后实行海境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既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 外国商船也不能来华 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很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 要知道东南沿海的百姓从唐朝开始就一直进行着海上的自由贸易 在明朝廷严刑郡法下这些从事民间海上贸易的人就成了非法之徒 16世纪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了亚洲 他们仗着炮船舰队的威力经常抢劫海上的中国商船 并对沿海的居民进行骚扰和抢夺 为了应付官方的围剿 同时抵抗西方侵略者 中国海上就成了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海盗 在那个海盗恒星的时代 典型代表无一非王直莫属 他曾经做过延商 因为嫌内地经济太多 一心想要寻求又简单又赚钱的生意 他到了东南沿海 明代中国手工业发达 产品在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 大多通过东南沿海外销 海商们撕造大船 驱使平民充当水手 产品卖到国外 利润可以达到十倍 王直因此成为了巨富 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应该算是走私 如果被抓是要流放或是杀头的 即便如此 在重力之下 王直非但没有收手 他也决心扩大走私贸易 不久之后 他开始向日本大量的贩卖军货 当时的日本正好处于战国时代 军阀混战 军火能大卖特卖 王直由一个走私商人 发展成为海盗 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贩卖军货 需要强大的武装保护 但是明朝法律 连一般的民间海外贸易都要禁止 更别说是军火了 如果没有强大武装保护的海上 是没有办法做军火贸易的 这时的王直羽翼未封 就投靠他的老乡许动集团 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以抗拒朝廷的击部和海盗袭击 大规模的从事海外贸易 王直精明能干 很快就成为了主要头目 后来一次官府围剿 许动被清 而王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得以逃脱 许动的余党推举王直做了新的船主 王直经营有方 集团迅速靠走私军火称雄一方 这些军火当然不是来自于他的祖国大明王朝 而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 王直结识了航海东来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 于是就拿枪去换 王直发挥了他商人的本色 将其一转手以十倍的价格把他们送到日本 王直和一般的海盗不一样 不是非要和朝廷为敌 在他处于顺境时 表现出难能可过的政治见识 虽然他拥有武装力量 但他却一直与民政府接触、谈判 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开港通事的要求 希望朝廷放弃不合时宜的海境政策 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 还帮朝廷出力攻击另一群海盗 本以为借此官府就会改变对他的态度 松动海境 谁知他迎来的却是官府对他再次围剿 王直谋求正当海上贸易之梦 数次落空之后 他带着满心的悲愤去了日本 从此走上了与明朝廷对立的道路 从王直的身上可以看出 明朝海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一商一盗 当他们可以正常贸易的时候 他们就是海商 当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朝廷海境政策制止的时候 他们就武装抗拒成为海盗 实际上这些海盗商人并不是以抢劫民众财务为主 而是以兵养伤 说到海盗的兵就离不开舰船与武器 明末的大海商兼大海盗郑之龙 拥有与控制的海船最多 他的舰船千余艘 布中十余万 并完全按照军事性的机构设置 船队还配有大量的火炮 郑之龙强大的海上实力 让民政府坐立不安 当时政治荷兰殖民者疯狂的侵扰中国沿海 为了消灭郑之龙 民政府官员想利用享有西方海上霸主地位的荷兰商队 1627年 福建总兵联合荷兰舰队围剿郑之龙 郑之龙长期在海上活动 熟悉海洋 掌握潮汐和风浪的规律 逐渐摸索出一套海上火攻的战法 出动火船 大白联军 这次海战让西方殖民者望而生畏 也使明王朝的官兵闻风丧胆 明朝廷当局对郑已经完全束手无策 只好招呼郑之龙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和海盗 郑之龙认识到他的处境 在明军和西洋人的两面夹击下 他的海上芒果难以持久 为了长远考虑 他选择归赴民政府 从此郑之龙拥有了大陆的牢固基地 免却背后遭受官兵攻击的威胁 使他能集中力量对付荷兰侵略者 几年后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场 痛击强大海上霸主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上之战 在1633年打响了 一个寂静的黎明 郑之龙集合战舰100多艘 使用全新的英国大炮 配上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水手和兵士 在金门岛南部的撂罗弯口 与荷兰舰队一决胜负 海战现场成为使荷兰人丧胆的火场 所有中国战船 不论大小 都随时准备成为火船 只要一勾上荷兰船 士兵立刻自行萤火点燃 烈焰一瞬间冲天燃烧 迫使荷兰人落荒而逃 也使他们尝到来自中国以后最大的败迹 郑之龙奇特的海上火攻法 在廖罗湾之战中大显身危 大大挫败了荷兰人的瑞汐 横行海上多年的荷兰人 不得已与郑之龙 这位名墨最大的海盗 如今接受招湾的将军 达成了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 并开始向郑之龙朝贡 所有在澳门 马尼拉 厦门 台湾 日本 各个港口间行驶的商船 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 郑之龙成为东方海洋世界唯一强权 这次金门之役的胜利 是郑之龙被朝廷升为福建水师主帅 也许你对郑之龙并不熟悉 但你一定听过他儿子的大名 叫郑成功 中国海盗就是这样一伙善恶并存的群体 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社会边缘 成为朝廷政府围剿的对象 如果围剿失败 政府在对付海盗时 常采用右翔 招湾和联合其他势力抑制等三种手段 海盗们最后的命运不是被杀 就是归降 前文提到的王子在逃到日本两年后 继续海盗试验 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王子 就逮捕了他的母亲和妻女 并欺骗他 说朝廷同意解除海境开示通商 王子归降后却以被杀为结局 而郑之龙最后的归宿则是一降再降 清朝初期 他继归降明朝之后又一次投降清王朝 郑之龙或降或盼的选择 其实都无法避免中国武装海商集团最终的灭亡 1661年 清廷以通海大罪 杀郑之龙于北京柴市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二串 乌兔 and四串 Björm 来自满航 来自满航